大家好,今天來分享如聖館全攻略 進入前先到大良城收集五個獄卒 第一個大良城雷台旁邊有個全獅 出發劇情後得知他被打,當然要幫他一把 這是前往橋墩上的市集 會看到剛做全獅的一群人在跟鄉親說那全獅門派很爛 這時選上去阻止,將他們全數打敗 打贏後回來找全獅回復任務獲取益竹 再到賭方前的攤子找雅口無言的婆婆 這邊建議先存個檔,因為要拆米,拆出他隔天才能來 結果第一題就拆錯 連續答對五題就解完囉 除了自足,這時婆婆還會送一龍包子 接下來來到回春堂前面的,這邊有個做輪椅的 他說他沒錢整治 直接進回春堂花20罐幫他買藥,有錢就是霸氣啊 這時再拿藥給他,任務就解完囉 除了拿到人族外還得到一件裝備,黑玉扳紙,增加全類的傷害 接下來到市集的這個地方,會看到一個精明的商販 他會請你幫忙顧店,然後賣水果 我一開始以為要自己寄價格還做了筆記 結果實際在賣的時候發現根本不用筆記 因為三個選項第一個就是原價,所以一直選第一個就好了 一段時間後上輪就會回來結算你有沒有亂賣 任務完成後就會得到信竹 最後到上面這座橋,這個任務最麻煩 這邊有個老頭會擋路,你要幫他撿四次草鞋才會給你竹子 這樣五個竹子就都拿到囉 當然如果你像我一樣在還沒介入聖館任務前就已經解過這些任務 你也不用擔心,他們還是會在這邊閒晃 只要再去找他們,他們會直接給你竹子然後離開 接下來回如聖館回任務囉 接下來回如聖館回任務囉 這次才發現原來這五個人都是如聖館的核心地址打扮的 經過考驗後就會交到如聖館 這次如聖館也有專屬的皮膚喔 感覺很可愛,希望未來更新的每個門派都有專屬的皮膚 又是一個沒有懸賞榜的門派 貢獻獲取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拜治聖仙師獲得25貢獻 好少喔 第二種找祭酒上早課獲得15貢獻 而且上課還會搶小朋友的位子,為什麼我沒有自己位子啊 第三種找蔡幽之對師獲取100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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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種找畫師提供不知名的畫卷 我個人是覺得貢獻用秉級加減換就好 甲級跟乙級可以送人 商店篇 儒聖館第二個必換,因為這本是拿來讀的 另外還有乙級散法跟乙級筆法可以換 完善完筆的別錯過 新增一個乙級盔甲,我覺得這盔甲很有趣 特性是教化,穿上即可教化你周圍兩格的敵人 依照名聲高低可以增上級減傷 原來敵人是需要教化的啊 正派飾品,降低周圍敵人集氣速度並增加友方戰役 我覺得這個團戰很有用,有人力就換一個 掌毛好感度達到親密時 門派達到敬仰,可以請教一本甲級拳法 滅天掌,如聖館的第一本甲級武功出來囉 滅天掌,臂力拳 主內功和陰性時無視敵方護甲級效果 利用內力高低差,降低敵方集氣速度 滿生命傷害增加60% 生命越少,傷害越高 算是注重傷害的拳,不錯不錯不錯 不囉嗦直接來看實際傷害 面對100級的野怪,範圍內的可以打到2-3萬 再試試看打100等的三賊和頭目 看來平均是落在2萬多,還是可以接受的範圍啦 夥伴方面介紹 如聖館共有7個夥伴可以入隊 雅琪入隊條件,親密度達60即可 入隊後可以獲得乙擊曲譜 殘騎入隊條件,必須要跟他下騎下贏5次 打贏這些兵就可以獲勝,這些兵的能力差不多 贏他5次後,他會說你騎衣這麼高 可不可以幫他一個忙 要你去破琳琅館的棋局 說到這輩子不破死不瀰目 我很想跟他說你去死吧 想歸想,還是出發到琳琅館去 自從機器速度變成第一後,我都不想用狼了 接下來直接點這個殘騎 你主角夠強直接放到最前面去打 這邊怪骰60等,基本上都是一招秒 只是打贏降之後會出現兵 但也都是一招秒沒什麼差別 打贏後可以看到一點點的動畫 代表你破琳琅的意思 破完後旁邊一樣會出現一本甲級內功 接下來就可以回任務了 回完後可以得到乙級執法 並且這時候就可以邀請他囉 他入隊會給你5顆PT蛋 蔡幼稚的入隊條件好感度滿100 並幫他闖陣 此時來找到對話即可闖陣 幫他打贏琴琪舒嬅 打贏後就可以邀他入隊了 入隊會送你鳳鳥玉佩,增加輕功和移動距離 畫吃入隊條件手上要有七名善合圖 善合圖可以透過珠光寶氣樓獲取 拿到以後再點邀請 你不用給他,他會為了看畫而入隊 蘇寬入隊條件,畫吃入隊,他就會入隊 因為他們是好朋友啊 除了以上五位核心隊員,盧聖館還多了兩位 在找他們之前必須要先請我老婆出山 這時回到盧聖館的浩然正氣閣這邊 會看到林洪軒躺在這 跟他說話邀請他理都不理 這時當然是先送禮 好感度100後就會自動觸發對話 發現他找我老婆,剛好我也把他帶過來了 對話完後會送我一本盧聖館的書籍 這時候就可以邀他入隊了 我其實有點困惑 他小人我的表情很欠揍 但他對話的圖是帥哥 你會認為這是同一個人嗎? 進到正氣閣內會看到有個女孩站著睡著了 什麼鬼啊 他入隊條件很簡單,他各入隊他就入 我有一個存檔,在珠光寶氣後把他割殺了 導致我沒辦法邀他 盧聖館是目前門派裡可以邀請最多的夥伴的門派 門派好感度任務篇 好感度達30時 到大地圖前晃會收到盧聖館的飛哥傳輸 這時回盧聖館室外找祭酒,參加小教 總共需要打5場,但這些人都不是對手 都是一招秒 打贏之後會獲得盧聖館的專屬狀態 盧者之風 五樣品格高於零食增加傷害最高加25% 門派好感度達60時 會收到地址通知掌門有事找我 館主要我們去挖盲山穴 看來透過任務就不用花錢買消息了 這次地圖左下角會出現盲山穴 監獄去盲山之前先去摸金門 先跟摸金門門主建立關係送禮送到盲 再前往盲山穴 一直到最深處會看到特殊地板 到門口這邊會觸發劇情摸金門來撿繞 為了能拿到全部寶物,直接跟摸金門開戰 打贏後因為之前有間諜關係會直接降到中立 因為之後會接剿面摸金門任務 如果前面沒打好關係這邊關係會直接變惡化 接下來就是把這邊的東西都搜刮 拿完就可以回任務囉 回任務時會挑出是否要將玉蠶交出 雖然玉蠶能力還不錯 但交出可以換一本紫色內功 聖世春秋 戰鬥額外增加戰役降低暴擊傷害 門派好感度滿110日 點掌門會觸發三教任務 道玄宗四法師如聖館派出弟子來較量 最寅的門派可以去挑戰大魔頭 先去四法師跟掌門對話完就好了 再去道玄宗也是跟掌門對話完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回盧聖館囉 一到大廳就會看到兩個門派已經派出代表 總共的三角戰鬥要打 反正打贏就是了 打贏後盧聖館就會變成三教代表 這時就會出現找大魔頭的方法 這個任務解完就有2500貢獻 看來也不用特別解貢獻的任務 另外這邊還可以再截取一個任務 滅了摩金門 前往摩金門 跟摩金門門主對話 打贏後門主會跟你求饒 並說可以提供兩條消息 第一個藍亭序裡有五公密集 第二個藏身種類第二個十倍的訊息 滅了之後來找掌門復命 又可以獲得2000貢獻 接下來前往靈安城找大魔頭囉 到靈安城的雲林寺前 點這個塔就可以開啟密道 進入密道後就可以找大魔頭泡茶 一進來後五天內不能離開 等於要跟他相處五天耶 點魔頭切磋 建議一擁而上 這樣所有隊員都能夠獲得經驗 時間夠的話可以在這邊升100等 他今天給了很多 甚至學假吉武功打一場就可以直接滿等 跟大魔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送禮 先把送禮好感度到100 好感度滿100後會觸發猜拳劇情 拆贏10場可以獲得紫色拳法 繼續閒聊老魔頭會因為跟你有好感送你天魔刀法 繼續閒聊會觸發老魔頭與盜玄宗四法式儒聖館的戰鬥回憶 儒聖館回憶打完後因為我們是儒聖館弟子 會強制再觸發一場戰鬥 打贏後老魔頭會送你儒聖館的專屬內功如13斤 攻擊必定命中不會被格擋免疫反彈傷害免疫被爆擊 這本可以搭配滅天掌 冰膠裡有個道具在冰塊下 第一塊就是我打的這一塊 打破冰塊會出現一隻盤龍鑰匙 另外一塊在左邊這個有兩個冰塊堆疊的地方 打破以後會有一塊凸凸的可以撿到萬年玄冰 寒冰床可以吸納寒氣練功 每練一次60成蛋可以增加50內力上限 一直練功到老魔頭突然發生異樣 這邊建議選靜觀其變 我們就是要讓老魔頭出去啊 這時會觸發一場戰鬥 打贏後老魔頭總算恢復理智了 這時他會開始瘋狂破壞門 在他逃出去之前會先送你通天伏魔弓 地板上有個獸還記得解 這時不急著走我們繼續吸納寒氣練功 直到學習到寒陰蒸氣 這時就可以離開冰窖囉 回到盧聖館報告老魔頭淘寶的消息 剛剛講完老魔頭就會出現 他明明比我先走為什麼比我晚到啊 這邊選擇挺身而出 這時會對戰全聖時期的魔頭 打贏戰鬥後老魔頭居然還有餘力逃跑 這時館主會交授絕招霸觸百家 並且獲得2500貢獻 效果可打半徑四個內敵人 並減少1000集氣附加debuff 這是非常全面的絕招必拿 學過如十三金後 可以到聖賢杯這邊 這裡總共有五個十杯要打五場戰鬥 都打贏後可以獲得十杯清絕招天地不仁 另外因為為了學習如十三金可以再獲得一本武功 尚武春秋 敏捷散 搭配如十三金內功有35%風招敵人 名聲越高 傷害越高 仁德和17高於50時增加傷害最高增傷60% 這次高傷害的尚武功除了第一項風招另外兩樣都是增傷 話說我們的貢獻已經很多了 把這邊的東西都換一換 掌門海尾最後一項隱藏任務 關係必須要達到100 滿100後就可以交談獲取長生任務 這時地圖左下角會出現長生種 打開長生種地圖會發現其實這邊的路很簡單 直走就好 如果要抓白猩猩記得先把這些木牛都點穴 這時就可以餵食白手 親密多60就可以靈養囉 再來就可以搜刮寶物了 對了 開始關之前記得帶上取忘憂和靈世兄妹 開十關就可以獲得龍獅 忘憂會說還差一個條件 就是必須要消耗15%的生命上限 當然要選舊之靈夢蝶 接下來就是舊之片段 舊之好以後可以獲得甲擊劍法 剛好十關裡面有藍亭絮 所以這時會出現是否破解的藍亭絮 那還用說當然是武功比較重要啊 一個時間後就用藍亭絮夾繩中找到武功 藍亭絮 悟性筆 搭配五道敵方格擋和閃避減少100% 心情高於50最高增傷150% 穿戴夾擊筆機率造成破功 浮光綠影劍 敏捷劍 遇見高於150可以增傷最高增傷150% 擊敗敵人可以增加集氣速度 自身敏捷高於敵方可以降低集氣 這邊還別找 還有十倍的訊息要拿 左邊是摸金門門主給的訊息 然後中間蜻蜓內滴血 會觸發一場戰鬥 打贏後 旁邊石碑就會出現文字 可以點開看一下文字 接下來就可以回任務了 回任務後 管主沒辦法接受長生種類的訊息 直接魔花要殺你 看來就算拿摸金門的訊息也無法避免這場戰鬥 打贏後 管主繩子恢復 這時掌門會將你逐出如勝館 也算是全身而退 如果你還沒有得到滅如勝館的成就 最後這邊可以順勢滅了如勝館 我已經解過了 所以就選答應他退出如勝館 來盤點一下這趟如勝館的收穫 術本以及武功 哇哦 賈及武功分別有滅天掌 浮華略隱劍 上午春秋 安廷序 如十三金 一掌一劍 一扇一筆 一內功 另外還有兩樣強勢絕招 霸觸百家 天地不仁 可以說走一趟如勝館 可以賺個盆滿博滿也不為過 只是我很意外劍已經如此強勢 居然又再出一招劍武功 以上為如勝館 全攻略 另外如勝館其實還有兩個攻略未出 一個是儒門聖賢的結局 一個是林夢典的結緣 這件後續會再PO出來 不然這影片好長啊 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按讚訂閱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我是小楓 我們下次見